歡迎收看 醫師團 教教帥哥名語 好辣醫師團 口頭禪能看出疾病徵兆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有這些口頭禪 可能是染上疾病囉 好辣軍團 有哪些隱藏疾病警訊的口頭禪呢 十八小故事補熊啊 嗨 大家好 瓜哥 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可能會常常說 我哪邊很痛很痛 不是 不是 身體上的 腰常常會痛 因為我常常就因為這樣子 我當然檢查是沒什麼毛病 但是為什麼常常的腰會痛 因為後來 因為我錄影都站八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腰圓還遠 都是靠站著 後來找到Terry老師 就練這個所謂的硬舉 腰力嘛 要練頭心 然後槓鈴深蹲 好厲害喔 所以腰啊 可是運動可以暫緩啊 可是第二天又站八個小時 等你回家 褲子要脫褲子都變這樣 腰開始會痛 對 那我就問Terry老師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雖然在鍛煉你肌肉 可是你站八個小時 尤其是外景 你根本不可能做的 就一直走一直站 所以你回來腰會痠 所以常常腰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要加強訓練腰力 職業病了吧對不對 對啊 對 但其實有很多的人 也常常就說 我腳好痛 我肚子好痛 我頭好痛 可是他們都不會去找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 如果你常常覺得 哪邊很痛的話 可能就要小心了 這是你的口說纏嗎 他當心是疾病上升 我們來注意看 常說 肚子痛 胃痛 竟是一想不到的地方出問題 是 其實我們門診常會遇到 一個病人 因為我本身副產科醫師 我的口頭殘是說 要不要生了 要不要結婚 就是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口頭殘 但病人來最常講一句話 醫師 我今天不舒服 我門診很少人 會舒服來看我 有道理 最常會是這樣 但是還是要看人 你知道有人開得起玩笑 有人會開不起玩笑 對 但是到底什麼樣是 門診最常見的口頭殘呢 其實我們副產科 當然病情非常多元化 可是光痛這件事 是最常遇到的 我先打個岔 講一個小故事 我希望大家各位觀眾不要害怕 因為我那天遇到一個病人 很有趣 他說陳醫師 我以前很喜歡看醫師好辣 我一到五都看 可是有個小缺點 我每天看那個節目 那一天我就覺得我生那個病 所以一到五呢 對 我覺得我每天都愛生病 真的 為了這個以後 他後來就有點戒掉了這個節目 我們只是提醒大家 還是可以給大家很好的資訊 我分享兩個比較有趣的個案 我以為病人 其實也是我們家裡的親戚 其實那時候就是中年左右 四十歲左右 生過兩個孩子 那有點胖胖的 本來長得肉肉的 他四十歲 開始跟他老公這樣抱怨 我有時候胃怪怪的 吃不太下 那老公 你知道四十歲的太太 通常老公不太會理他 表面上會說 那你去看看醫生 果然在半年左右 他撐不住他去看個醫生 肚子痛 胃不舒服 一定先看腸胃科 腸胃科 檢查一下 看起來還好 吃個胃藥 好像好一點點 他就回家了 可是這半年還是怪怪的 那肚子又大了一點點 於是他就去找 這是找婦產科 可是怎麼卵巢 看起來怪怪有個東西 就問他說那你之前 有沒有什麼特別狀況 他說沒有 可是卵巢這個腫瘤 會不會是他腹痛呢 因為他卵巢長在比較下面 可是他痛的地方 是比較偏胃的地方 你知道我們婦產科 馬上會想 那你還是先給長輝哥看一下 所以中間又折騰了兩禮 長輝哥又看了一下說 應該還好 要不然就要排個胃鏡 可是我們婦產科 已經有一顆了 比較大帶七八公分的腫瘤 那個腫瘤 我們先開好了 結果開下去 去化驗 長得怪怪的 結果原來是一個 轉移來的瘤 轉移來的瘤比較特別 就轉移來就是 我們大概有個概念 二性腫瘤 有時候是自己變壞 有時候是別人 搬到你家來的 叫轉移型的瘤 結果他去檢查 是一個轉移型的淋巴癌 就是 所以它其實本身是一個胃癌 但是為了淋巴癌 轉移到我們的卵巢 很多人覺得 他第一次去看 醫生用藥好像好一點 但如果一個疾病 反覆進行越來越嚴重 請記得再就證 對 因為常常我有時候說 你檢查過沒有 有有有檢查過 他多久以前檢查 那不久前 不久前我後來翻他的紀錄 一年前 人一盲腸就跳掉了 對 那這個case很可惜 因為越年輕 長出來的一些特別腫瘤 就比較不好 所以兩年多後 還是不幸的破幸 我講一個變瘦 我曾經有個個案 這以前分享過 但在我臨床上 我一直隨時警惕自己 她是個懷孕的婦女 二十週 吃得不好 所以一直吐 各位 懷孕應該要變胖 可是如果一直吐 變瘦有點合理吧 對 那變瘦你到醫院去 其實即使我們婦產科專科醫師 也會覺得 你這吐都不好 那我就給你點滴 其實他腦袋沒有想到 不好的病 就先點滴打 怎麼還是吃得不好 那吐得滿嚴重 那時候因為他來 北區醫學中心 我在桃園服務 他的家人就說 那我還是回桃園 就近照顧 就轉到我們人來看 第一眼我就看就不對 他就是像癌症體質 那瘦得像骷顱頭 很瘦 他只有四十幾公斤 那我就覺得不太有對勁 那我們超音波一看 其實在子宮旁邊 有一個腫瘤 那時候在北區 其實也有看到那個瘤 可是他們一直把它當成 是個肌瘤 那肌瘤 在懷孕的時候會變大 變大以後 有時候會 血就會跑過去 所以你吃得不好 你也會貧血 所以那時候在北區醫學中心 就把它當肌瘤先放著 但到我們一看不對 這個我就說服他 因為懷孕有一個大重點 叫他做影像檢查 比如說這樣的部分 要做電腦斷層或核實共證 其實他一定排斥 他覺得他會不會影響寶寶等等 影響寶寶 後來我跟他下通牒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確認到底是什麼問題 就我們去做電腦斷層 就確認了 其實他很像是子宮旁邊 也不是子宮 也不像卵巢的一個腫瘤 我後來跟他說不行 你還是要取得檢體 才能確認診斷 結果後來我們開個刀 跟他溝通一下 懷孕還是可以開刀 我們懷孕開刀 取得那個腫瘤檢體出來 也是 但是他運氣不好 他是血液來的淋巴 很特別 那這個case其實 也順便溝通一下 懷孕也會生二性腫瘤 其實以他的邏輯 這種血癌是可以用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媽媽馬上想到 會不會影響寶寶 對啊 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化學治療 某些藥物可以選擇 其實它不太會影響寶寶 如果是在一個 很願意保留寶寶的標準動作 先化療 讓疾病稍微緩解一點 寶寶到夠大 通常我們到32週 34週 如果有1500或2000公克 可以在體外存活的時候 我們就會優先寶寶就出來 先去 媽媽繼續做後續的治療 這個case後來確認是 這個血癌的轉移的時候 那個 家屬就有開胃討論 因為很可惜 他跟他先生其實那時候 沒有半結婚 就是在一起很久的 本來是也很高興迎接這個小孩 但是 媽媽的媽媽就是阿嬤 講了一句名言 我永遠都記得 如果這個 他不是擔心 他不是用擔心寶寶這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保證 寶寶這個 我們結構 二十幾週已經結構都看完 沒有事 我只跟他講 他只講一句 如果媽媽治療不好 沒有媽媽 這個小孩子誰要照顧 就變成他要照顧 對 好現實的問題 但不是這樣講 就是他覺得一個小孩沒有媽媽 其實後面的人生 是 這句話一講 我們也沒辦法 幫他再圓下去 所以後來很可惜 就是終止掉 那這個case我後來再去追 其實這個 化學治療 其實有一定的效果 是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效果 大概五年之後 也真的是過世 你們常常講說癌症轉 可是你們怎麼去斷定 它最原始是從哪裡來的 要找 就是兇手可能有好幾個可能性 當然有一種 比如說那個 腫瘤的特性很明顯 比如說它裡面就像 甲上腺的轉移細胞 那我們就優先講這個 所以我們在找原發地方的時候 通常好幾個全部都要找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卵巢 我們拆子轉移瘤 我們在腳上腺也要查 腸胃也要查 胃也要查 大腸也要查 甚至某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血液也要查 所以講到口頭禪 其實我們門診最多老人家 老人家最常的口頭禪就是 我胃不爽快 肚子不爽快 這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我們常常也 有時候會有困擾 那我其實門診有些失智老人家 我之前就一個失智老人家 他常常都坐在輪椅上面 其實講話都還可以 只是常常會 會東到西這樣 然後講亂七八糟 那他女兒很照顧他 每次都親自帶他來門診 那他女兒其實來 失智這方面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他最困擾就是 阿公一直常在講他肚子不舒服 那肚子不舒服 那我會請他去腸胃科醫師那邊看 那也沒什麼其他問題 甚至連電腦斷層都坐 肚子看起來也都還好 可是阿公時常會說肚子不舒服 那我就想問一下阿公說 阿公你的肚子怎麼不舒服 我就很不舒服 我覺得有人 拿肚子會把它燙這樣 我想說他怎麼會 用肚子給它燙的形容 肚子來燙有這種 感覺異常這樣子 所以他會痛這樣 那通常這種我們想說 是不是神經痛 華碩我就稍微幫他摸了一下肚子 那果然他就是 只有在肚子 在某一個範圍裡面 他會不舒服 而且感覺就是好像燙燙這樣 那個範圍剛好在我們的皮節神經 我們神經那個皮節 我大概在胸椎第十一節 左右 那時候我就幫他做個那個S光 看起來 果然他 因為我們肚子的感覺 前面的感覺是從 胸椎那邊有一個神經 它會轉移過那個 那感覺叫轉移痛 Radiation pain 它會轉移到我們肚子 我說你這可能是壓迫性 造成的這種轉移痛 所以說他肚子這邊 前面會修修很痛這樣子 而且他也跟我講說 他的確久坐就痛得比較厲害 如果躺著就比較沒那麼厲害 我說那不然你去找外科看看 看這個脊椎可不可以做處理 不過因為他年紀很大 外科醫師看 就覺得說骨瘦 最後又很大 又失智 就覺得還是採用保守療法 那開閉止痛藥 其實效果就沒有很好 那有時候開閉止痛藥 更便秘的更厲害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還找 還是找麻醉科醫師 做那個神經阻斷術 就是在他那個神經根的地方 脊椎神經根的地方 打類似像麻醉 或一些藥物 讓那個神經 那個訊可以做阻斷 他這樣疼痛就改善很多 可是那個藥效也是一段時間 對 那這一段一段時間 不過其實但對老人家來講 其實這樣子對人來講 生活品質性改善不行 像我平常就是忙工作 然後忙小孩 我還蠻常就是三餐就亂吃的 然後我覺得肚子餓 就想說算了 就忽略一餐也沒關係 結果但是我後來就很容易 開始就是會有胃痛的狀況 尤其是吃飽的時候就會 覺得好像肚子特別的痛 然後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就胃痛我想說沒關係 我去藥房買個藥來吃好了 然後可能就吃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好像好一點 但是可能大概一兩個月過後 又覺得好像又開始痛了起來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看一看 就也開胃藥給我 然後結果最後最後有一次 我就想說 我這樣子一直吃藥好像也不太好 對 我就把藥停了 然後停了之後 當然就是又開始痛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去吃那種 蒜牛肉火鍋 然後吃完回家之後 半夜啊 我就突然醒來 然後就開始上吐下線 然後覺得肚子這邊 好痛好痛痛到不行 然後我心裡是當下想說 我一定是吃壞肚子 結果後來去打完點滴之後 然後醫生就幫我做檢查什麼的 他就說其實你根本就是 然後我都 就是長時間以來 我就都吃胃藥 然後肚子痛 以為自己肚子痛胃痛什麼的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對症下藥 然後醫生後來就跟我說 這個藥必須要就是一段時間 然後好好的把它吃好 就是胃潰瘍狀況才會改善 不能不痛就不吃喔 像他的安亞就是這樣 慢性的胃痛 慢性的你 尤其有些老阿嬤 老公老阿嬤 你問他痛 他有時候好像有一點痛 又不是很痛 就悶悶一點點一點點 所以那這種 真的有時候很難找 像我有一個病患 他是大概70多歲的老婆婆 他來就醫的時候就是說 他大概半年的時間 都肚子覺得悶悶脹脹的 他那種痛又不是真的很痛 他只是覺得不舒服 就吃完的時候就是肚子脹 然後好像胃也不太舒服 他那時候他我就說 那你應該去做檢查 你有沒有檢查過 他說有啊 他大概三個多月前 我去看過胃腸科 他那時候就是有做過胃鏡 胃鏡檢查起來 就有一點胃潰瘍 然後醫生有開藥給他吃 我就說那吃藥呢 他說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還是一樣 悶悶得不太舒服 他說你要不然就做個超音波 他說超音波我也做過 他說大概好幾年前 我說檢查有什麼問題嗎 他說醫生說 他說他只有一個水泡 肝臟有長一個水泡 他說是良性的沒有關係 我說那你還是照一下好了 結果我幫他掃描的時候 他發現說 他的那個水泡非常的大 他超過10公分以上 因為我們那個探頭 我們掃描的範圍 大概到15 18公分左右 他已經超過我們探頭 可以掃描的範圍了 真的大 所以我們就趕快幫他 排個那個電腦貫層 整個都很大 整個都是 我們那個箭頭指的那個 整個是一個水泡 肝臟的水泡 所以他幾乎佔據了 整個肚子的右半邊 右半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 中間的那個白色的是 我們的腎臟 當然事實上是應該 在右邊的腎臟 他被我們擠到中間去 藍色箭頭的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腎臟是被擠過來 整個肝臟的水泡非常的大 就難怪他會不舒服 而且這個已經不是說 在肝臟裡面的水泡 這水泡已經大到這個 快到骨盆腔了 這樣量起來 大概有二三公分 非常大的一個水泡 醒後來是 我們醫院是用腹槍鏡去做 他說那個外科醫師在那邊 大概吸了四千CC 鼓勵的水這麼多 差不多花了CCCC 整個吸之後 就再把整個玻璃下來 那它也是良性的啦 其實是良性的 只是比較少人真的 大家怎麼扯 那你會不會開完刀 腎臟回不去的 已經擠成習慣了吧 他可能會擠過去 有可能喔 他長時間 因為長時間擠 他很習慣那個位置 術都沒開了 可能還是會回去 內臟可能會歸位一下 還是要時間啦對不對 對 我的工作是業務 然後因為我的時間 就是吃飯的時間 常常就是不太正常這樣子 然後就常常的胃痛 那一開始就是有去看醫生 那醫生也就是開當下 當下就讓你止痛 或者是說打針 讓你當下比較不會痛的狀況這樣子 然後後來飲食還是沒有定時的吃 所以後來就 那一陣子經痛 一常常經痛 然後也月經都不太正常的來 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才來這樣子 我就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科就是幫我做超音波 然後他才照到就 哇 已經有一顆很大的巧克力囊腫 而且已經 就是超過七公分這樣子 對 所以就比較趕快快速的幫我安排了手術 那手術他就是幫我做那個 腹腔鏡的手術 然後還有後續還有幫我做半年的 就是 它就是說讓你的子宮先去做修養 但很神奇就是已經做完手術之後 反而我的 就是沒有這麼的嚴重了 就覺得很奇妙 是不是有關聯性 因為我之前以為是不是就是 急性腸胃炎 對 但是後來發現 就是怎麼這麼常反覆發作 兩三個月內可能就兩三次 而且有時候早上突然醒來 就很嚴重 那醫生他就是說 應該是就是奇性腸胃炎 然後就是打針 或是止痛藥讓你吃 還沒找到真正原因 對 還有現在的人可能都是不到 痛到不能動 對 都是用鴕鳥心的 對 不到黃鶴是不是 不見棺材不掉類 我也是不見棺材不掉類的那種人 因為我原本是做實況跟直播主 然後我兼了四份工作 早上在做早午餐 然後下班人就做直播跟實況 還接展場 然後就有一餐每一餐 因為我們時間都很不平 不是 我就比較懷疑妳睡眠哪有時間 對 所以免疫力下降 然後那時候就是都沒有吃飯 因為妳做早餐的大概三四點 對啊 對 直播到半夜 四點 對 所以妳一天睡不到三個小時嗎 差不多 那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長期會胃痛 然後吃東西會比較好 然後後來就是去上一個談話性節目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太緊張 然後就開始有一種灼熱感在這個位置 然後刺痛 然後那一天半夜就突然痛醒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那麼痛 然後我就喝水 結果反而沒好 結果反而更痛 我就吃東西才還變好 反正去看醫生 他還跟我說 對啊 然後後來吃胃藥之後 在去年2018接2019的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跨年 剛好跨年 然後就是 我就是覺得 私密度怎麼會癢癢的 然後有水的感覺 結果我就 就是去廁所洗手間 然後就發現說 怎麼會有黃色的衣體 然後還有50元硬幣大這麼大 然後我才嚇到隔天去看醫生 他跟我說 小姐妳唸出去感染 因為腸胃不舒服 然後吃三個星期的抗生素 就是兩個一起抗互這樣子 因為妳這樣熬夜抵抗力都差 真的 免疫力都差 對 那現在接幾分工 現在就展場直播 應該說 還是有啦 現在都睡 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我補充一下下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包含加一顆細或一般顆細 我們大概都會提供一個概念 就是吃抗生素 吃久的 其實它一定破壞你的 不論是腸胃道 或者是我們叫做 生殖道 泌尿道的細菌 你要有個概念 我們腸胃道 泌尿道 生殖道 其實都有一些 我們叫正常菌種 所以妳會發現有些抗生素吃 很容易拉肚子 但拉肚子 多數人 因為腸胃道的細菌太多了 它最後達到一個恐怖平衡 我們婦產科最常見 你吃一個禮拜左右 基本上 所以我自己的病人 不論是在因為泌尿道感染 或者腸胃道 吃超過一個禮拜的抗生素 我都說請你搭配一些抑生菌 提供好一點環菌 對 不過我還是覺得 我們現在這種滿陪的病人 越來越多 不要認為青春無敵 青春的霸佩 久了也是會被摧殘的 對 通常來我的門診人家 通常前面幾個科 全部都看過 不管是神經科 腸胃科 副產科 大概都已經看過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很高的挑戰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個是 其實不少見 但是她很難被診斷的一個疾病 有一個媽媽 她帶了兩個小朋友 一個姐姐是13歲大 弟弟是7歲大 他們兩個都在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開始 兩個開始一直抱怨肚子痛 她的手也好痛 肩膀也好痛 她媽媽就覺得 你們是不是不想上課還是怎麼樣 怎麼兩個人一起說好這樣 可是兩個人的那個情況 是病炎炎到 體重就一直下降 因為你給他吃什麼 他都不吃 連續這樣的時間 媽媽就想說 給他吃一些正常的胃藥 或是給他一些治療 一直都沒有改善 所以後來媽媽都決定 兩個人去醫院就診 真的該做的都做了 其實醫生也是沒有折 就是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一直問一直問 就問到了關鍵問題 那媽媽就說 他們兩個其實 有個很壞的習慣 他們什麼東西 都往嘴裡放 好 尤其他們喜歡 吃電磁 好 他們喜歡吃 一個小塊的電磁 我來醫師吃電量 對 我看到時候的醫生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反而是我們破解的關鍵 所以那醫生就立馬做 那個血液檢查 就在兩個小朋友身上的 血液裡頭 抽到一個 重金屬 非常含量非常高 因為重金屬 它在我們身體藏著 它會住在各個器官 例如說住在我們的骨頭 鞭會住在骨頭裡 鞭喜歡住在一些 神經器官裡頭 所以有些人會用 腹痛來表現 有些人會用神經麻痹來表現 每個人的症狀 其實千變萬化 其實鞭中毒 不像我們想的這麼少見 2000年出頭的時候 其實有對於針對全台灣 隨意的選擇人口 去做鞏的篩檢 他發現 因為我們台灣是海島型 接近沿海的地方 喜歡吃魚貨的人 相對下 鞏的含量是比較高的 因為那個魚類的重金屬感 是 如果你吃小型魚類 其實比較不會深海魚類 目前為止 我們蒐集到幾種 跟鞏中毒 有比較高機會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深海魚類 第二個就是 要特別小心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 他拱有時候最怕的是 嘴巴吃進去的 那我們很多的玩具 甚至像這個電池裡頭 其實都含有拱 小朋友不知道咬一咬 他就直接吃進到體內 第三個 雖然現在已經有在做篩檢 但是防不勝防 就是草藥 我前幾天才剛好有個病人 他的 他真的算是受害者之一 他疼痛了 腹痛了一整年的時間 後來是到了急診室 醫生一看之後 最後他 好可怕 最後 因為我們聽完真的 已經不知道該做什麼檢查 後來就一驗 他的拱就超飆 所以其實 那個人目前還在找 到底他那個整個大腸拿掉的 真正原因 我們猜不是只有拱著問 你可能案情不單純 但是他也是大概符合幾項 他吃都是別人介紹的草藥 他非常喜歡吃魚類 所以如果你有以上幾種狀態的話 又有一些很奇怪的症狀 藏在體內的話 其實不妨往重金屬的方向想一下 來 妳現在看第二項 好的 第二項 強把頭好暈 頭好痛 掛嘴一邊 小心 事情大條 我很常這樣講 妳也有頭暈 對 頭痛 妳就貧血了 不用斷就知道貧血 可是我有一個狀況是 我只要比賽 做菜 然後我只要很專注做一件事 我都會頭很痛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什麼事會讓妳舒服 就是 放空 對 但妳放空會變痴呆 對 為什麼會張開 對 頭痛或者痛這件事 第二個是暈眩 是我們最討厭 也最常見的疾病 那我們自己在面臨 看到頭痛這個 痛或暈眩這個疾病 其實我們很有困擾 那我自己有一個族群 是更年期的病人 更年期我們之前有講過 以前是講什麼 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 癌症 老化這類疾病 可是這幾年討論比較多的是在 熱潮紅 失眠 情緒的波動 甚至失眠素乾燥 衍生的這些 生活品質的問題 我前一陣子 有一個更年期的 他是因為暈眩來 也的確看了節目 我們說明以後 他說 陳醫師 真的耶 他熱潮紅一點點 睡眠一點點 也改善了 可是最主要是 他最困擾的暈眩 你知道人這種好人 他崇拜你 就會幫你宣導 所以果然沒多久 他的鄰居就來了 那鄰居來這個 還有一點神話色彩 他說陳醫師 我的鄰居跟我講說 其實我沒有很理他 但是我後來 剛好去媽祖拜拜 媽祖說你這個 要去找那個城堡人士 然後他就來 那我就說60歲出頭 暈眩多久 40歲 我說20幾年 你40歲 那時候應該跟婷婷 還沒有什麼大關係 就整得上 如果你是近5 6年 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說好吧 但是我們有個問題 60歲以上的人 在補充荷膜比較不適合 因為他理論上 停經比較久 整個改派也派了 根據補充荷膜 有一個概念 就是補的話 好處大於壞處 我們會鼓勵你繼續下去 如果補了好處 沒有很多 只有缺點 因為60歲以上 他的好處 沒剩幾個了 反正只增加一些癌症 跟血液酸塞的風險 那要補給你的 一些熱潮紅改善 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那時候 我們不是不能補 譬如說他可能 比較偏向注射類 但是不適合口服藥型 是 所以那時候 要跟醫師來做討論 好 這個病人 我說你60歲 20年有點難 但是你知道神明指示 我說那我們試看看 那60歲 我就先用注射的 一些抗膠力 他說 就兩個禮拜又回來說 陳醫師 睡眠有好一點 心態有一點點 但是頭暈 那個暈眩還是沒有好很多 我說好 神明指示 那我們再試兩個禮拜好不好 兩個禮拜再試 他說還是沒有好 他說那這就沒辦法 那其實因為很有趣 其他20年我就問他說有沒有治療 他說沒有 就忍著忍著 應該比較正常地方來 他就聽朋友講 還有生命指示才來 我說那這樣子 你還是走正規流程 那你先去找看看 我幫你找個神經內科 或者耳鼻歐科 其實暈眩帶神經內科 跟耳鼻歐科 是主要治療的項目 那我說我幫你轉腦神經科好了 腦神經科去查 還真的電腦斷層一切 還真的是有一個 結束以後他回來治療 當然很謝謝我們說 陳醫師 我跟你講 馬祖直視真的是 很有福 其實很多觀眾看 我們的姐妹也了解 像我們 台灣人是滿熱情的 像我坐飛機 有一年輕人在我前面 剛知道走走到 他突然回過我走看過 我說 他說 對 他說上個月 我聽到是舊媽還是誰 腦血管破裂 聽說你腦袋有一個這個 你要隨時 我說我那還小啦 不是你腦 他隨時要注意就是 好可怕 很熱心耶 對啊 現在他們這樣講 到底多大要去手術 這樣好像又 對 好可怕 到處都聽到這種事情 老婆我也有 我只是不知道 對啊 可是要大到一個程度 才會跌嘛 那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疾病會不會有 我們現在活得越來越久 身邊的訊息越來越清楚 去問其實都問得到 比如說腦中脈瘤 你去問一問 身邊一定有朋友有 那是不是每個人 就會破掉到腦中風 不一定 但是我們希望得到的資訊是 什麼情況 光是講得非常有條理 那腦中脈瘤現在 有很多新的進展 我覺得倒是 依你擔心的部分 去跟你的意識溝通 我舉我太太為例 我太太大概兩科 在半年前檢查是 0.3公分 然後半年後檢查 0.5公分 那其實 那個一定要動 第一個有變大 第二個0.5公分 在腦神經科 待會兒補充 就是它是提前 預防性治療的好對象 包含可以做酸塞 或者支架 讓它萎縮掉 等等之類 它有新的方法 那我為什麼要特別提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蠻對不起我太太 因為太太跟我抱怨 她頭痛不舒服 心情不好 大概超過10年 其實我仔細想一看 應該從結婚後 就開始抱怨 但是我一直抱怨 那頭暈 其實我稍微找她 去給神經科的老師看過 神經科老師 找的是在頸動脈這部分 好像有一點點小狀況 但治療以後沒有很好 人都是這樣子 都已經找專業人士看了 也沒有很好 那大概就沒有大事 所以又放了兩年 後來再檢查 最重要的是她是在長大 我那是最終幾年 都是0.2次這樣 所以一般來講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觀察 但是她有在長大 或是我們剛剛講說 大概0.8 那個時候 真的還是要做處理 對 因為我婆生看過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突然 常常長長長長睜眼 眼睛突然腫 幾乎都蓋了這樣子 腫氣下去 結果妳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繼續醫院檢查 下午就安排開刀 因為她那個血管已經 血管球已經漲到大 對 已經快破裂了 對 因為壓迫到那個 我們講動眼神器 對 所以她眼睛怎麼蓋下來 她有症狀顯示的 可是沒有症狀顯示 就炸開了 對 沒錯 你想你炸開 你的腦都是血 所以我們剛才講 就保安哥剛剛 我們是要整理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加肚死 比如說低等血清之內 有動脈瘤 其實還是要注意 第二個就是她有所謂 脈搏式的一個耳鳴 咻咻咻那種脈搏式的 那其實要注意 可能是一個血管的物體 可能是動脈瘤這些的 所以如果有這些症狀 倒是動脈瘤跟頭痛頭暈 有一定的相關 其實並不是每天頭痛頭暈 都是動脈瘤 其實倒是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剛才講 頭暈它可能是有 可能有周邊型的 譬如說 譬如那種不平衡 拿耳神脫落這些 這些可能耳鼻或科醫師的專長 那有些也是中蘇型的 中蘇型是大部分腦袋的問題 譬如剛剛講血管 對 血管 重瘡 腫瘤 這些的 這些可能會造成我們 腦部的一個訊號 尤其在前庭系統 包括腦幹這些前庭系統 受到影響的時候 就會容易頭暈 那所以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其實她就是一個 三幾歲小姐 她其實她最特別的是 她幾乎每次頭暈都到急診 那每次急診然後就住院 住院住了幾天就出院這樣子 那有一次落在我手上 你知道嗎 我就是有時候跟病人聊一下 然後我進去她的態度就說 我就頭暈 你幫我打個點滴 我好了明天就要出院這樣子 我就看她病人說 你常常在頭暈 你頭暈到底有沒有找原因 她說我這是 我說有人跟你講美妮也試症 沒有啊 就是那個講說美妮也試症 我說那你聽力 有沒有什麼影響 對 因為你知道美妮也試症 自我判斷的 對 有些病人會自我判斷 說我這是美妮也試症 那我去急診 接著打個針就好了這樣子 那我說那我再找鼻波科科 我再幫你看一下 是不是美妮也試症 因為我聽起來好像也不太像 所以我就請了鼻波科科 我們通常幫她看一下 她通常說 這不是啊 這不是美妮也試症 她要說頭暈的時候 她耳朵會脹脹的 走路會有時候會有點不穩 然後還伴隨著 有時候怕光怕草 她甚至會吐 那我就會說 那你會容易頭痛 那她說其實會 她其實滿常會頭痛 那我就說 那你可能還是要考慮 你有沒有所謂的叫做 前庭性偏頭痛 其實我們頭痛 其實最第一個就是它的基因 有一個遺傳 所以跟靈體質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它影響到 我們腦部的 一個叫做三叉神經血管系統 但如果它是影響到前庭系統的時候 它其實會造成 所以常常我們偏頭痛病 我常常跟她講 頭痛跟頭暈是苦情結魅化 其實這種病人常常就是 一下子頭痛一下子頭暈 或是有時候只有頭暈 有時候只有頭痛 那但是常常就是 就是從年輕開始就一直這樣子 一直痛 一直暈到這樣 後來就找不出原因來 那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你可能在懷疑前庭性偏頭痛 我就說 那我用一些偏頭痛的藥物 當作預防治療 因為它常常在頭暈頭痛 這樣吃… 一段時間 一兩個月之後 慢慢它就穩定很多 它就說 就少很多 其實前庭性偏頭痛 在女生是第二常見的 只是說很多時候不知道 所以它算是多了 並不是罕見的 對 它其實是多 只是有時候很多不知道 對 講到暈眩跟頭痛 有時候耳鼻歐科 跟神經內科都會 互相合作 有時候也會互相那個 介紹病人 這樣子 對 因為就是 可是要記得就是說 除了眩暈之外 它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假如之前 你頭部有受過外傷 或者是一個突發狀況之後 就突然有開始暈眩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 我最近就遇到一個 17歲的一個小朋友 你知道是 青少年血氣方剛都很喜歡 騎快車 然後這次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 我醫院附近就都是田 然後就是路很大條 然後在醫院附近就撞車 之後就直接送進去急診室 電腦亂程很好 就沒有出血 可是他就一直說 他頭超暈 然後這時候就是 我們就當作是 他可能是腦震盪 我們收住院觀察 沒有可能會有 延遲出血的現象 這時候就是 找神經外科跟神經內科 一起治療 幫他照顧 可是他出院的時候 然後就還一直跟媽媽說 媽媽我頭好暈喔 不想上學 不想上課這樣子 可是媽媽就覺得 這是在裝病 因為他帶她去神經科門診 看好幾次 再看電腦亂程 甚至醫師覺得她說 是不是真的有延遲出血 再幫她做一次電腦亂程 完全都很乾淨都沒事 可是她還是一直跟她說很暈 不然後來神經外科就覺得 不然去有病 或找一下好了 我一看都覺得 這小朋友就是 眼睛會有眼症的現象 眼睛會動 會旋轉 旋轉 旋轉 然後而且這樣媽媽做聽力的時候 發現她的聽力 有下降的現象 我就先開藥給她吃 就可能會不會是 像剛才林醫師講的 一些循環不平衡的問題 可是她就隔天又再來 她媽媽說 她在上廁所大號的時候 突然整個就 起不來 後來就去做一個 合一的功能檢查 就確定她是一個叫做 耳朵淋包丸這個其實是 大家有點陌生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有一個模型給大家看 這個模型就是講 我們耳朵的構造 這個是耳膜 耳朵外面叫做外耳 耳膜跟這個 裡面就有三塊聽小骨 然後這最後一個聽小骨 它就像一個蓋子 它我們後面這個叫耳瓜 耳朵的蝸牛 它其實是一條 充滿水的水管 然後把它捲成一個蝸牛的形狀 這個聽小骨 就是當作蓋子把它蓋住 可是那個小朋友就是 他出車禍之後 腦袋沒事 可是它的 那個 所以它的那個裡面的淋巴 它那個蓋子裂開之後 水就漏出來 漏出來之後 第一個 它就會淋 再來就是會有 不過因為它還好像 裂得很小 所以就是 有時候就是有 有時候症狀 有時候又沒症狀 可是它就是上廁所的時候 一用力 水就噴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大暈 然後就跌倒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 需要再一次手術幫它修補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有一個病人 就是他 他是一個 常常往返兩地的一個台商 然後他就是常常會坐飛機 可是他很討厭 他的鼻子非常的差 就是一直會過敏 只要一下台中 就是打噴嚏流鼻水 鼻塞 黃鼻涕這樣子 所以然後有一次來就是 他的兩隻耳朵 就是整個都有 然後甚至到後來有化眠的現象 然後我就一直給他開藥吃 吃抗生素 吃完然後再滴耳滴藥 最後他 他就跟我說 醫生 耳膜破掉我坐飛機 反而比較舒服 對 因為 你有壓力 對 因為壓力的關係 對 所以他就是覺得 好像這樣也好了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 他回來之後就 醫生我覺得 後來坐飛機之後 越來越暈 因為他後來長了一顆 叫單子瘤的東西 正常耳朵會有一層膜嗎 對 正常耳朵會有一層膜 然後他那個膜就是破掉了 然後裡面就是 他表皮細胞跑進去 可是他膜不破 你看不到瘤對不對 可是他是破了才長瘤 破了才長瘤 對 也就是說有膜 也看不到那個瘤 對... 有膜就大概不會有瘤 就不會 對 就是他破掉之後 有那個細胞長進去之後 就變成一顆 很像珍珠的瘤 就像這珍珠瘤 因為他那個瘤太大 有時候有壓到那個 吃到我們聽小骨 也會造成剛剛講的那個 有點裂開 水也會跑出來 那這樣什麼手術 這個就是要把它清理 清掉 在裡面這樣清 對 沒有從耳朵那個翻進去清 有一個快50歲的一個女性病人 然後他來自說 他大概三個月前出現 會有症發性的頭暈 那他那個發作頻率 其實沒有很高 大概一兩週 頂多發作一次 那每一次大概 可能四幾分鐘 二十分鐘就沒事了 那也不會伴隨的時候 頭暈目眩天旋地轉 也不會噁心嘔吐 那他就覺得 好吧 我還是去檢查一下 所以他有去大醫院 去安排一些抽血 然後測量腦波 那大腦的那個電腦 都很可能也有做過 結果都顯示是正常 那醫師開的那個紫雲藥 他就覺得說 吃起來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他想說那算了 那不然就找中醫去調養一下 那老實講 因為一般我們中醫去 去看那個暈眩的狀況 常常常常見的一些原因 像一些彈濕啊 身體的一些濕氣 或是乾火 這個在他的身上 都沒有特別的點心 然後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就多問他說 你有沒有其他的症狀 那他有一個提到 一個很特別的就是說 他偶爾會看到一個白光 那這個白光很酷 就是說他的白光是 閉上眼睛 都還看得到這個光在閃 就像沐浴在什麼聖光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大對勁 然後再看了一下他的職業 然後問了一下 發現說他是一個銀行行員 那常常是需要說 盯著電腦螢幕的 那本身又有一點高度近視 我想說這個不大對勁 不然就說 那你請你去找時間 去一下眼科檢驗 那眼科醫師幫他檢查以後 發現說 是輕微的四網膜玻璃 那在眼科醫師那邊 就打開幫他 用那個雷射 幫他把分開的部分 把它打開黏回去 那這樣之後就可以避免說 那可能會導致市民的風險 那他的暈眩 從此也就改善了 接下來我們看的第三頁 好 第三個口頭禪是 常說好累 怎麼都睡不飽 當心是疾病造成的 對 這是第二個我們常見的問題 我們胃腸科門診 大概第一個就是 胃痛 肚子痛 這個常見 第二個就是很累啊 我們睡都睡不著吧 尤其是上班族 有時候來看我們診就說 他只要一上班 就打不起進來 但是事實上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報道 有些人就爆肝 爆肝他前面都是先疲勞 疲倦 然後過勞 所以我們還是 有時候還是應該做的檢查 還是會抽血 檢查 都還是會做 那有時候檢查起來都正常 然後我們會跟他解釋說 你會不會是晚上的 睡眠品質不好 或者是因為你有失眠的狀況 才會這樣子 他說睡是睡得著 可是有時候睡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會咳嗽 自己咳嗽就會爬起來 不好睡了 當然就是沒有精神 那我就只好喝咖啡 喝咖啡去提醒 到半夜的時候會這樣咳嗽 那時候 他其實這樣 事實上是 可是他說我其實沒有什麼 那個餵食道膩有典型的症狀 像胸悶 胸口灼熱 我都沒有 我說的確是這樣子 你也不是特別的 像我們有些人聲音沙啞 或慢性的咽喉嚴 然後或者是像這樣半夜的夜渴 他有時候是只有單純的 在喉嚨部分的問題 他也是餵食道膩的一個表現 但是你去照他的胃鏡 或者是你問他的症狀 大概有三成甚至一半 都沒有典型胃食道膩膩的症狀 但是他可能就是半夜的時候 胃酸就會通通膩膩上去 這樣的人 他事實上用那個治療 胃食道膩膩的方法 他的症狀也是會改善 所以我們就跟他解釋說 你這個還是啦 還是有可能 不然你也試過這麼多方法 然後你不如去試試看 我們來治療一下胃食道膩膩 那首先你要把咖啡先戒掉 戒掉的時候 因為咖啡也常常是導致 胃食道膩膩的原因 然後咖啡也戒掉之後 他晚上就睡得比較好 其實活到這一把年紀了 最重要其實就是睡眠 因為我從以前 年輕拍戲就有壓力 其實每個人有壓力都會睡不好 對 可是就是因為我從小 媽媽給我買的 我真的彈簧床是軟軟的 好像睡在雲端上面 我睡有時候就越睡越了越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明明已經睡很久 可是為什麼肩膀這邊都好緊 像剛剛他們一直在講 我就一直在動 想完整個是頸椎 腦部有瘤什麼都有了 然後接下來有時候睡 甚至於越睡腰越痛 那我有陪媽媽去 因為我媽媽她腰椎一直不好 年輕的時候比較辛苦 她有長骨刺 然後醫生就說一定要睡硬床 後來結果 有時候我會跟先生去哪裡度假 然後我就覺得 對 那個枕頭也好軟 然後就放鬆了 這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感覺 真的 他就讓 後來分析是因為你心情沒有壓力 你是去度假的 是嗎 因為你是去度假的沒有壓力 這是佔大部分 就是有一次我去日本 一個溫泉度假 我們全家人一起去 後來我就很滿意那個房間整個 然後晚上睡得很好 泡完溫泉就上了床就睡 我以前有時候都要翻來覆 因為換床我會翻來覆去 可是我到了這家溫泉會館的時候 我就睡得超好的 然後一個姿勢都沒有動我 我幾乎不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這個床我們要不要搬回去 那真是太好了 不是 他不要搬 後來就我先生我們到老闆去 就問他說它是什麼床 因為我要回來 就也要買一樣的 後來我先生就幫我上網去查 我今天有帶來 給大家看 謝謝 就是這個床 就是這個床 對 像這邊這個床墊你不要看 奧運的選手都睡這個床 整個就是可以放鬆 還有航空公司也很多都是做 你要不要看裡面 裡面 裡面長怎樣 你看它這個可以換洗 然後裡面就是有這樣子的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對 你看 它是專利的3D立體的編織法 就是讓你 夏天很涼快 然後冬天變很薄 因為你睡覺會流汗 對 然後你看 雖然這個上面會覺得好像 冬天怎麼辦 對 有一點厚 所以它是夏天跟冬天 都可以 然後它又可以 可以翻過來 對 它又可以拆下來洗 那最重要的是 它有分肩 肩膀 跟腰 還有臀部 那它腰椎呢 因為你如果睡得太軟了 它那個脊椎骨就這樣彎 太硬的你是懸空 可是它就是有軟硬度的編織都不一樣 像臀部它支撐力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可以 一覺很好眠 我就覺得真的很棒 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更年齊 就是它第一個 它透氣 然後還有也不用到日本去買 現在台灣也有可以買的 真的 然後它睡起來就是讓你就是一夜好眠 你也不用換床墊 你就把它鋪在上面就好了 對 你去睡睡看 我其實剛剛看到佩儀姐在選床 我就稍微 自己稍微寫了一下 我覺得四個 如果你現在的床 你自己覺得有問題 你正準備要換床 你都應該要思考的點 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肌肉支撐 其實之前有研究師有做過 他就說一個人 如果你一直躺在床上的時間 我們身體平均在床上 可是會有兩個地方 它沉重是每一個地方 各佔了全身重量的三分之一 瓜哥你可以猜猜看是哪裡 腰 對 屁股跟肩膀 我們說這個床墊 不適合你的情況之下 它長久就會一直壓迫在這兩個地方 所以我們每個人起來都是肩膀痠 肩膀痠 對 有可能就是這個床墊不適合你 因為我們自然的躺著 我們身體在不自覺的時候 它會出力 所以有些人會是肩膀的痠痛 是 有些人會是腰的痠痛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情況 你其實看過醫生也不是什麼 真正是有疾病的時候 你可能床墊的軟硬並不適合你 但是要怎麼選擇真正的床墊 我其實不建議大家 去的時候就弄摸的 或是你走了很久去坐在床墊上 哇 坐一下你立刻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人在一開始躺上去 肌肉其實是會出力的 對 但是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人是會完全放鬆的 所以其實真正 比較適合躺床的時間 其實這是最棒的一種方式 第二件事情 是台灣的環境其實一直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引發我們很多小朋友 媽媽很困擾 就是 其實很多小孩子 他在睡覺的時候 一躺上床就開始哭哭掃 或是開始流鼻涕 一檢測出來 哇 塵滿一大堆 所以媽媽第一件做事 就是開始去晾那個床單 去晾棉被 可是問題來了 你晾了床單要晾棉被 你下面的這一層床墊 其實有時候是不太好晾的 所以有幾種做法 有一些人的做法 我會建議說你可能就要在上面鋪一個 像是竹席的東西 或是一個一整片的東西 或是駁的床墊 可以墊在上面 因為它可以 它可能可以拿去晒 它可以拿去清洗 而且你晚上睡覺還會流汗 對 第三個講的就是 其實你知道台灣人的床很多都是屬於那種 我們說很好 很密度很高的床墊 可是這些床墊原則上當然是好的 但是當你在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像 我們不知道該開的是冷氣還是暖氣 所以或者是你的棉被厚的還是薄的 所以可能外面很冷 你裡面正在狂流汗 所以晚上往往你醒來的時候 你以為你去上廁所 你其實是被熱醒或是冷醒的 再來第二種人是可能 因為這時候你可能有熱潮紅 你到半夜睡覺 你全身都是汗 這時候其實床墊 我其實反而建議要 因為它過度的致命 反而會讓你的背後是沒有辦法 這個流汗的 可以適當正確的排汗的 最後最後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你換很多個床墊 假設你換了 但是你的症狀都沒有改善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可能背後真的有一些問題 那就不如像 也不掉地睡好了 對 這個小的蜜糖 在那個繩子上睡 我們其實真的 因為像我們自己在門診上 我們有很多病人師 他換了好多的床墊 他換了好多床墊 但是他的這個不舒適感 或者是睡眠的品質深度 還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大概總結幾種 都滿高度可能性的 第一個是前醫師剛剛提到的 胃脂道逆流問題 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甚至比較少見的 有一種叫 腿不女症 有些人睡到一半 他的腿一定要動一下 他不動 他不舒服 他可能背後是甲狀腺 可能是缺鐵性皮膚 最後有一些人是 老人家 慢性腥衰竭的時候 他在躺著就會喘 他坐起來才會好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我們在 當你動了一個念頭 要選床單的時候 它其實有很多個層面 當你都考慮過 你也正確地選擇了 還是不行 那我最後還是建議你 可能跟醫生討論看看 你也常說這些地方不舒服嗎 今天看到的這些 當心腸節有病毒 如果沒有找出原因 恐怕會讓你大病產生 如果你也常常聽到你旁邊的同事 身邊家人 朋友 常常喊肚子痛 頭暈 睡不好 要提醒他 盡早找醫師檢查看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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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